与其官教育展望协会 十八盒基盘一段 校风施命教育 由金顶蒋得主 亲自教育钢苏 现任立委陈培余 来与校风来的同学 与卫文看施命教育 政策的分享 许到全校苏生的 专门和感动 与其官教育展望协会 十八盒基盘一段 校风施命教育 由金顶蒋得主 亲自教育钢苏 现任立委陈培余 来向校风当下 导设江苏维会本 看施命教育 教育部专门 丹田顶也特别南派 作为参加这段的演讲 你必须我的思想和梦想 想到老师 我不知道你身上的梦想和思想 如果还没有 不要着急 如果你只有了 你可以找身边的大人来聊 怎么样可以达到你的梦想 如果还没有梦想的人 也请你找身边的大人聊一聊 怎么样可以慢慢开始寻找自己的梦想 立委丹培余 分享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和烈爱沃特的经验 透过实质的肥本导宅 和材料的书生 做了一项精彩的沃特记录 肥本是一种非常好的沃特所在 可以帮助小孩 食材世界 不用收拾力和創作力 在整个家一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那我们就创立家一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家一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家一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家一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家一县政府 跟所有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跟密码 那我想这对家一的农产品 未来的小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加油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